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J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节课讲的是给大家讲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实例 主要讲的内容就是上面说的这几点 主要的目的是带大家熟悉一下JBPM的一个工作流程 初步认识一下这个JBPM的开发到底涉及哪几部分 就跟咱们所有开发里面设计到程序一样 第一个程序的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程序 这里面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建立一个基本的开发目录 第二个是安装JPD 也就是一个JPD-L一个设计器 第三个是把一个基本的服务注入进来 第四个是设计一个JPD-L 第五个是把这个流程部署了 第六个是启动流程 第七个是查看流程 第八个就是一个complete完成流程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课时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咱们下一步是用代码来去实现这个所有的内容 咱们接着上一节课讲到的一个项目 利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开发 咱们是原来是ZBPM 咱们复制一个项目 然后在一个新的项目里边去开发 咱们叫ZBPM1 以后我所有的项目都是往后边去浓流去递增的 比如说每节每个课时每个内容都会去独立的建一个工程 这样大家去看原代码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 这样一些旧的一些代码也不会被冲掉 这是一种学习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咱们把项目建立好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项目 它应该是有一个项目的一个web路径 咱们一定要改的 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web路径 就是说咱们把这个项目部署到这个 Tomcat里边以后看它的一个叫什么名字 它这个叫ZBPM 当然和上面的以前的是冲突的 因为咱们是复制过来 所以就改成ZBPM1 这样的话就OK了 这也是咱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复制一份代码的时候 会经常会就是找不到 报404在Tomcat里边部署了以后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没有改 咱们现实生活中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改掉 这样才行 然后咱们去怎么去开发 第一步咱们去做一个开发的过程中 第一步首先要建立一个项目的一个开发基本路径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经典的生存架构 这个相信大家都基本上做过开发的人都会了解 其实controller是咱们的 然后是service 把这些路径建立好了以后 咱们在这每个路径里边去做相应的代码的开发 这样会代码结构非常合理 这是DOT 操作数据库的 还有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一般都会有一个UTL 就是工具类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实体类 这是咱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目录 咱们看我一般喜欢就是把这些目录让它以塑性结构去显示的 看着比较舒服 然后目录建立好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咱们第二步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安装一个GPDL设计器 GPDL 咱们做GPPM的开发 首先要做一个就是工具 让它去在一个lips里边有这么一个工具 能在这能使用这个工具去设计一套这个流程规则 这个流程设计器就是咱们的GPPM给咱们提供好提供好的一个GPD设计器 这个设计器怎么安装呢 咱们这个MyGlips是在这个MyGlips Configure Center里边去 去安装这个插件 Eglips了 它是也是这个直接HIP 直接有一个Install是New Software 然后就能可以安装 这个MyGlips安装插件是非常慢的一个过程 它很卡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所以说我这个提前已经安装好了 大体的安装步骤就是咱们点开这个Configure 就是感觉开这个中心以后 然后点Software 然后在Software里边添加 添加的时候选中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选中这个文件 就是咱们这个GPBM里边有个Install 有个SRC 有个GPD 选中这个这个 然后就能 然后就按照提示 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就OK了 这个过程非常卡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过程还会有些遇到一些问题 我也安装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你把这些插件 就把这些插件里边用的一些包 刚才有个配合方案 这个非常卡 就说这块已经我已经安装好了 具体的安装过程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我把这个结束了吧 重新启动一下 就是就选中这个以后 就会跟咱们其他平时安装插件一样 就是MyGlips或者Glips安装插件 都是一个路子 选中以后 然后就把那些需要的那些包 然后点进来 然后确定 然后就OK了 我把这个关掉 咱们不启动这个了 我这儿的安装好了 安装好的以后 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刚才那个项目 我新建的项目跑哪儿了 看一下 刚才那个项目找不着了 咱们找它一下 它得进来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刚才重启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 然后把这个项目给弄丢了 咱们刚才又就把它导进来 把这个原来项目关掉 安装安装好以后 安装好以后 它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看一下 安装好了以后的效果就是 我右击 添加新的时候 这儿有一个 JBPM的一个冠军 就看到了 JBOSS JBPM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 咱们就可以建立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咱们就设置为TEST 咱们名字叫TEST 好了 这就是咱们流程设计器出来了 看到这个流程设计器 大家看一下 大体的直观 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 看起来像一个 能偷偷在在画图的一个工具 这个图就表示 能设计成一个流程规则 它图后边 图后背后 其实是一套 Xmelody一套规范 这个里边 咱们先简单的做一个 就是 做一个实例 这个具体的过程 将来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咱们先做一个实例 做一个开始节点 任务节点 然后一个结束节点 把这个节点连接起来 然后 这里边 看见了吗 前边的画好图里后 后边的Xmelody自动就生成了 咱们其实最后要的 就是这个Xmelody 而不是这个图 所以说 把这个 一保存以后 Ctrl S 一保存以后 这块也出来一个 PNG的一个图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片 就和这个图是完全对应的 这个图片有什么用呢 就将来咱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图片 没有生成出来 有时候这个图片 就生成不出来 它这个自动的 有一些bug 那怎么办呢 这个图片生成不来 生成不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咱们看一下 有什么招啊 咱们 把它 点空格 然后再保存一下 让它重新生成一下 看它会不会生成出来 还没有 咱们把它删掉 然后让它重新生成一下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插件的一根 一个libs的一个 麦libs的一个兼容性不太好 我看一下 还是生成不出来 然后咱们把这个图子挪一下 就是 就是使用各种方法 让它生成出来 这是咱们的一个 我也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但不是经常遇到 这是咱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要觉得是自己写错的 其实不是 其实就是它这个问题 看一下 还是没有 把它删了 我又想起来 生成不出来 好像是 原因是 咱们这个 不能在这块 不能在XMAL代码里边去保存 而是去这个里边去保存 它就会生成出来 OK 这儿保存 生成出来了 这是可能是这个设计器的一个bug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我这个图片生成不出来 是因为 不要是 尽量不要在这个XMAL里边去按Ctrl S保存 要在这个里边 这个界面去保存 它会抓到这个图 可能是把它保存起来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诀窍吧 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然后下一步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这个里边 还要给它设置一个Signer 就是一个任务的接收者 比如说接收者 比如说那个 咱们看一下 现在是 它是没有提示的 咱们就要 非常想要的 就是我这个里边 要做一个动作 然后让它有提示 怎么办呢 咱们就把这个提示 插一次提示 给它加载进来 插完这个提示 然后把它添加一个 这个提示从哪找了 就是咱们这个JBPM 那个里边 找到这个 XSD 咱们了解插完规范的都知道 就比如咱们Spring里边 为什么会有提示 为什么做一个什么东西都会有 就是插完的文件里边 会有提示 都是有这个东西起作用 把它加载进来 然后这应该就有个提示了 大家看 两out和那个反斜杠 还是没有提示 有了 3点 咱们就要这个标签 然后让它给 给一个张三 张三 这个人 也就是说 我这个Task是要 复制给张三 这个人 只有张三才能拿到这个Task 然后这个JBD就做好了 然后下一步是做什么呢 咱们去建立一个Controller 就是Spring MVC的Controller 然后去 开始写代码 咱们就叫做Hello WorldController OK 这个代码先 然后Spring MVC里边 咱们第一步 先给它做一个注解 让它用上Spring MVC的这个东西 标识一下 这是Controller 然后给它做一个 Controller有个路径 叫Request Mapping 这个是表示 我访问这个Controller 是叫什么 路径是什么 咱们叫它Hello的 大家可以 重重去了解一下 这个Spring 这个字有点小 我给大家调大点 调节这个字 应该是在Performance Generous Appearance Color and Fault 咱们叫到Java里边 把它调大一点 这12 好看 这看大家会清晰一点 然后 咱们给它来一个方法 比如叫 第一个叫 Deply 就是部署流程 Return 控制不串 这是Prim MVC的规范 这个Return 其实是Return到一个VU上边 咱们给它Return 就是Return的Index上边 就行 就让它去最后 还会回到主页 看一下Index页面是什么 Index页面是一个 咱们这个JSP页面 咱们把这个JSP页面 开发之前要准备很多东西 就开始大家一定要有经验的话 去把这些准备一下 然后开发会分成方便 使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打开这个过程 这非常看得起来很难受 上边这个页面 下边这个代码 一般咱们专业的 就只看代码就行了 页面对咱们没有用 咱们这样 就是需要在这个里边 把这个JSP的一个编辑器 然后让它指定到一个 指定到咱们那个 指定到咱们找一下 它找到哪 应该是在 这也有个editor 这应该是generyeditor text 在这 大家看到了吗 咱们把JSP 让它用默认的编辑器打开 不要用这个文用 就是它 这是default 然后就OK了 然后打开JSP的时候 再双击 它直接就是个页面 呃代码 而不是显示页面 这方面很多 而且刚才这个JSP 大家打开 可以看到 这里边是I SO的一个 咱们当然是不需要 咱们开发里边 都是要用utf-8的一个 然后怎么去把这个 默认的新建GIP 设置成utf-8呢 也是在这里边设置一下 咱们直接搜GSP 搜到GSP以后 把它设置成 默认让它设置成utf-8 找一下 它OK 然后这样新建的GSP 就是utf-8的 这是咱们开发前的一些准备 我这里都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经验吧 那intex 然后这样utf-8了 这样会很好 然后下一个 咱们方法 咱们就让它是 deploy完了 完了是大 就是开启一个流程 下一个方法是 开启动流程 下一个方法是 get一个流程 获取到流程 下一个是 完成流程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我把这个结构去给大家写出来 然后呢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具体做这些结构 我要实现这几个方法 到底用JBPM的一些怎么去和JBPM结成 JBPM怎么去去实现这几个方法 方法 比如说部署 比如说部署个流程 开启个流程 或许到这个流程 查询这个流程 最后又是完成一个流程 怎么去做 咱们是下节课会给大家去进一步去分享具体的个JBPM去集成去 这节课主要内容就是讲了一个咱们开发的一个环境的也是个继续的一个搭建 另外就是这个JPD这个插件的这个使用技巧和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实力 最后就是一些开发上的一些经验分享 比如说这个JSP咱们去让它改一些编码 还有一些默认的一些打开方式 这就是咱们很好的一个经验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